0.8第9頁 這個例子我們剛才很詳細地講了 如何做Substitution 現在我們會用不同的例子 給大家看看Substitution有什麼應用 當然越用越深 我們先開始看8.9的例子 8.9這個例子和剛才的例子十分相似 它也給我們Substitution Substitution是這個 U等於3x-1 日後大家要慢慢培養 這個也很自然 你不擅長做3x加1 你也不知擅長做什麼 所以整個變化就是 3x-1就換做U 所以U的十次方就會在這裏出現 好了 我們不要忘記 除了換U之外 還要處理Dx 不要單純地以為Dx就是Du 那你怎樣處理 這裏出現 就是Dx-1 做Dx-1 發覺是3 和剛才上面的例子差不多 Dx-1可以移過去 我們再跳快一點 Dx-1移過去 3移過去 3移過去 3分之1 Du 剛才這個是Dx 所以你要換入Du 就是Du 再處理1 3分之1 就在這裏出現 然後我們淹這個 1 3分之1可以扯出去 這些基本的東西 大家不用多說了 淹完 記得將U 換回3x-1 自己檢查答案 看看是否正確 好 接著我們要處理下面的 記得自己試試例子 試試的classword 下面再來多一條 這條 到目前為止 我們用的solution 都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 他也是給我們 記住 慢慢要培養到自己 讓U 好 讓U 做這個 是他給的 跟剛才一樣 我們要處理一下 Du和Dx的關係 所謂D定線 今次不是Du constant 出來是2x 換言之 我們今次的兌換值 是一個Du 就是兩個x乘Dx 所以我們整個的 處理運算 看看怎樣使用 好 這個是我們的 U 所以這個 就換成跟U 好 然後我們 記住 Du和Dx的關係 是這個 換言之 你單純一個Dx 是換不到Du出來的 你要整個 叫做2x乘Dx 才可以 你看看 這裡有一個Dx 還有一個x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就知道 原來 xDx 其實 現在我們有這個 就是2分之1 du 所以 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2分之1 du出現了 就是這個 對換 這個對換 略為大家要轉多一點 因為它不是剛剛 有一個數字 而是多了x 所以 在這裡 dx 必須要乘x 兩個結合 一起 才能換到這個 好 所以這條問題 在這個位置 要大家留心 和小心處理 所以 1分之1 U的2分之1 次Du 這裡大家都懂 in 我們跳快一點 1分之1 U的2分之3 加4 未完 將U的答案 放回去 然後 尤其是早期做的 自己做一個 checking 看看是不是那個 試完 classwork 下一段片再見